杨部长 杨部长请 帅委您早您好 您好 我想刚才林委员也讲了 我想你自己的报告也提了 从最近两三年 我们的外交上面是蛮有重大的拯救 包含这个台湾的两岸政策 美国的这个 在这个亚东关系上面 他认为是蛮肯定的 希望不要再变成沉水扁那种 随时可以引爆的一个炸弹 让他很安心 那么第二个 你上次大年初五安排我跑到华盛争 谢谢您 谢谢您 两天排了十一场次 很抱歉 没关系 但我觉得很不错 一次把它干完了 我就赶快回来 谢谢 我有几个message我要提供你参考 谢谢 对 美国在两岸政策这些方面 它的政策阶层是认可的 但也相对的就是很多misunderstanding 误会 是 包含 这个误会的跟这个整个政治氛围有关系 因为 北韩事件造成美国跟 日本韩国的联盟 跟重视中国大陆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有一点点要影响 还要跟要突破的 是 因为我的那个观察 美国国防部想帮我们 但是也帮不上忙 因为都卡在国务院 卡在国务院 而国务院的军中政策 军中的政策非常明显 他 克尔他们那些人 一天到晚就想打破解放军 跟他展开军事户型 而事实上人民解放军是一个铁板一块 他想继续 还要做这个工作的话 相对 对台湾的军售 跟这个所谓东南亚的安全战略联盟 我们就有慢慢变沿化的可能 我甚至于拿出南海问题去刺激他 我说 这十年是东北亚的问题 下个十年是南海的东南亚的问题 你不能忽略 台湾在东南亚的这个战略地位是蛮重要的 也是军力最强大一个国家 你让我们继续弱化的话 对你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并没有好处 是 所以 我今天回来 我一直建议 就是说国安会也好 外交部也好 国防部也好 要针对未来十年的形势发展 要定出一个你的外交的一个主走 而我们不是说不讲话很安分就 就就好了 这个因为你不参与 你就没有资格说话 没有资格说话 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主权就会被忽略 这个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方向 呃 我肯定前面的成就 但是我也 敌礼啊 我们外交部人员 尤其是在涉外事务 像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盟友啊 我觉得是要do something啊 就是国会议员亲我 那是你们工作的成就 但是国务院的 他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可能会忽略到我们 所以这一点 我特别提醒杨部长要做的 谢谢 第二件事情 我就讲了这个 日本的这个问题啊 呃 陈如 呃 林委员讲 天灾 我想 我们很少面临这么严重的天灾 这种天灾 在tsunami这种东西 六分钟的预警时间 的确你做不到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倒是很希望外交部 透过外观的力量 去了解跟收集 日本政府在这一次救灾里面 包含他国民优异的表现 防灾的 常年的这个演习 让他的人民在灾害中间 仅然有序的撤退或者是救灾 还有些做法 以前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你比如说所有的就近的 7-11商店 政府买单 全部开放 让让老百姓能够得到第一时间的纾困 你想一想 我们 能在南横公路上送个救济粮食上去都要两三天 那还是最快的 那这些做法我希望外观的人员啊 尽量收紧 把这个抱回来 告诉国安会 我们将来面临这些问题 我们有没有相关的做法 是 我们来 我很讨厌前面那个情绪性的那个 什么撤侨啊 那个那个 那个在作秀的啦 真的 我觉得我们羡慕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是什么 人家的优势的作为 或者他有不足的 作为我们的借进 我想第一步 请冯大使跟各管的人员尽量收集这个 然后要我们的内政部 让我们的交通部 跟相关的部会 将来还要再做一个全面性检讨 这才是开国安会议的主要的一个内涵 因为台湾同样处在一个火山 火山带跟这个这个 这个火 这个环上面去 地震了 土石流了 那都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 我们试问 我们自己面临这么大的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处理的能力 或者是把伤亡捡到最低的能力 不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国会议员吵来吵去 我觉得真是 我们的人物或比人家的天灾 还让人家看不起 让世界国际上看不起了 第三个 你要跟行政院长要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救难队 好像是not qualified去参加国际救难的活动 是训练不足呢 还是装备不足呢 还是外交部能不能协助他们加入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有关国际颜面的一个问题 虽然不是你外交部的直接的业务 但是我觉得你在院会里面要提醒的 对不对 我们很有这个热心 想去好像已经被拒绝不止一次了吧 各位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可能有一些误解 这个灾情发生以后 我第一个时间当然就代表总统院长 我们这个向他们表达慰问关心是调念的意思 包括我们提供我们要派救难队的事情 包括我们要捐助 那个时候的灾情它不是很大 我们捐助的这个 不是我讲的是救灾救难的那个 救难队不是讲救济军的问题 救难队我知道 我那个时候3月11号我就offer了 然后我也告诉冯大使 把我这个offer也转达出去 他跟我们的回应就是 现在灾情还在继续扩大 而且快速的变化之中 整个交通系统一个一个一个道路都断掉了 都破坏掉了 通讯手机电话都不通 甚至于机场有些机场都关闭 跑道都归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开始只能够动用他的自卫队 开始他也只有三四万人 后来不行以后才增加到十万人的军力下去 美军也投入 航空母舰都出来 理由就是因为要到这种重灾区去 不是普通几个人 这样子背个背包就可以去得了的 他本身没有那个能力来支应 后勤给我们去的这些英勇 你讲的意思我了解 就是说 所以他跟我们说谢谢 但是他做评估以后再告诉我们 好 等到情况稍微改进 昨天晚上才告诉我们 欢迎我们去 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就吹发了 基本上我是认同 这个你刚刚讲的情况 我当一个军人我太了解 谢谢 一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是先是从混乱 在中间慢慢有些信息 然后再找到条理 然后才能下去 所以我们的媒体习惯上 就是先乱吵一通了 这个我觉得 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国际新闻很少 台湾变成就是一天到晚是看自己内部 我想上一次那个事件 菲律宾事件 外交部应该有人出来 在call in节目里面给国人上上课 我想在外交上里面 有很多层次的盗窃 Pologize Regade 或者什么 你可以把国际管理拿出来看一看 什么事情会造成要Apologize 因为台湾现在这个字眼 用得太普通了 随便拿一点小事 总统要道歉 什么要道歉 事实上这个 这个质疑的意涵的重要性 在外交跟我们国人认知上 是很大一个差距的 今天我讲上次 中共那个飞机被撞回来 闹得那么厉害 他并不是道歉 对不对 身表遗憾了 什么这个regret 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 你应该借这个机会教育 让我们老不幸 了解一下 我 我外交部要遵照国际惯例 所以是那次飞劳事件 飞劳事件 我第一 第一时间 我就想了 我说菲律宾欠我们一个 该造会我们 所以他是不是处分到这个单位 第二个 中国大陆也欠一个造会给台湾 是 因为你按照国际法来讲 受害的是那边 所以他有权去要求 他们有引渡条款 但是你 我们跟菲律宾也有非正式的外交 你应该向我们造会 知会一下 中国大陆也完成侦查 也应该知会一下 所以 我讲 理 理上不缺 但是形上是缺一份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我愿意把人犯遣回 也是 我想这个是按照一个 一个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老不行 变成完全情绪 所以我想 不要怕上电视 就直接讲清楚 把世界各国的这种 王力拿出来谈一谈 我们现在已经烂情烂到 我非常主持 官员非常难为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教育 要教育我们老不行 要教育老不行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会征照你的指示 这建议来做 我这里也要跟你委员报告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预计到 这种事情会被国内 某些人士炒成 因为牵涉到大陆 大家就会发狂 大家这个情绪就来了 然后民粹主义就出来了 就没有办法理性来看这个问题 我再怎么讲 他们都一直朝那个方向去说 幸好我那个阶段 没有去动用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一部分 我当时定位是 我跟你辉立宾之间 就司法建合的问题 等到人送到大陆去以后 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没错 在送去之前 是我跟他 会立宾之外交事务 我的意思 我没有落实 人家在批评 那个声音后来就没有了 所谓外交事务两岸法 我把这个东西阻截掉了 我想院里面 你们几位部会首长 要把这个 先把这个 听众换机 你厘清楚 然后把打出 打出你的回应办法 因为我想台湾 任何事情都会炒出民粹的 绝对会炒出民粹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先提纲 谢领把你的原则弄出 我就是这样做 对对对 我想基本上 对各位外交部同仁 前面的努力跟辛苦 我觉得表示肯定 谢谢 至于军费的问题 我跟林立宾一样 我们立法委员只能砍 但所以只有在 总咨询里面 再提 不知你的 你的经费不够 国防的经费 对 我了解 这个损伤会损伤到 影响很久远 所以这点 我希望部长 也要具体力争 今天我们国家里面 最糟糕的就是 那种直接式的 发放这种补偿啊 这种不劳而获的 这种风气很不好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